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是一路人 也就是朋友而已 没有擦出爱情火花 虽然看了很多两个人的沉香花絮 极欢乐又甜蜜 但一个人在喜欢的人面前还是会收敛的 会时不时地表现小女人的一面 和诚意打闹欢乐相处模式 纯属是又多了一位兄弟 虽然杨子曾经说过 自己向往的爱情前提是从朋友做起 然后发展成恋人 如果在一个公司共事六年了 没有发展成恋人以后 就不可能会在一起了 反而杨子和月球上的兔子倒是有可能 两个人有很多剧外互动 杨子彰显小女人模式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眼神骗不了别人 东方卫视杨子和兔子跨年晚会 想必大家都看过不知多少遍了呢 还有2020年我们的歌中 那姐问兔子为什么选择心动这首歌 兔子说 他喜欢这首歌的意境 相信两个人是相爱的 但是各种原因 两个人不能走在一起 那种心理的拉扯 用心动这首歌表达出来 兔子当时拍了于身后的动心的画面感 网友们觉得肖战和诚意 谁更适合做男朋友呢 我说 你会讨论了是太阳两个人倍厚的 赚那